151,所以你把那个范例档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找到这个范例 151这个,其实这个151也是根据那个我们上课参考用书468招 其中的151个范例 其中会有一个叫截取瓜糊中字串 意思就是说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范例打开来 其中常常会遇到类似像这样 A栏里面的资料,假如你只需要瓜糊里面 特别是瓜糊里面,你要把它提取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 你只需要瓜糊里面的东西 OK,那这个是示意图 而且这边当然有一个答案 答案部分给各位参考 不过里面光看,你会发现 就会有个find,外面还有个mid 在ifl 然后呢,find后面还有find OK,光这个公式,你可能光看到 你就会觉得,哇,这公式是非常冗长 怎么做出来的 当然它不是一次做完的 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 很多很困难的公式 都是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完成 那也许你看到的公式,基本上它当然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必须要拆解 去了解它这个工作该做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先删掉好了 假设了,这个先把它删掉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假设有看到刮户里面的东西 你要把它移到这里面来 刮户里面的东西移到这里面来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比较笨的方法,当然就突发练钢 OK,怎么,点两下 Ctrl-C Ctrl-V贴上,对不对 没办法,因为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资料少还好 资料多,我想这根本不是好方法 那要怎么做,会是最简单的 就是刚好你的一个字串里面刚好刮户 那你要把刮户里面的东西搬出来 这时候呢,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会遇到几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方法很多啦 可以想见的 其实一般比较用的多的 那我们这个里面不只是只有用内建函数 你也可以用一个VBA,也可以解决 OK,那首先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 这个内建函数里面的几个函数 第一个,我要找寻什么 找寻这个刮户的位置 它在第几个位置 一、二、三 对不对 那我要切的是刚好是从第四个开始 所以呢,我刚刚讲FINE 寻找函数你会不会用 寻找什么,寻找前刮户 OK,第一个 第二个是FINE什么呢 后刮户 也就是说我知道前刮户的位置 也知道后刮户的位置 我就知道中间到底有几个字了 那再来你可以用FINE函数 第一个当然你要需要用FINE函数 去FINE前刮户跟后刮户 第二个呢,你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MID函数 对不对 去切割吧 这上礼拜有讲过 那可能切割的过程当中 也有几种状况 如果像这个是没有刮户 可能会产生错误 因为你给它的位置跟切割的长度不对 那产生错误怎么办 你可以再用第三个函数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if 一般的话 如果判断错误的话 你可以用if加上isair 不过它另外一个是两个的重合 就是if ifair这个函数 这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两个 这总共会用到三个函数 那也许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这个地方怎么样用FINE函数来做 当然你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说游标先放在B3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用那个文字函数里面的FINE 这边有一个 它按照这个英文顺序排 FINE的话基本上顾名十一 寻找什么 寻找你要找的那个字串的位置 OK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FINE TES 跟WITHIN TES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STAR LUMBER STAR LUMBER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其实有的时候有几种可能性 也许这个还算单纯 因为只有一个刮壶 那如果你的工作里面刚好呢 不止一个刮壶 好几个刮壶怎么办 那你势必就是FINE之后 还要再往下继续FINE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用到什么 这个参数了 STAR LUMBER OK 第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不知道各位没有特别注意 它有个FINE函数之外 另外还有叫SERCH函数 FINE跟SERCH 基本上感觉是一样的意思 FINE SERCH 那到底两者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边当然它有一些 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你们也可以看 那个468章那本书里面 有特别强调 其实关键在这里 大小写 有没有 视为相同 OK 关键在这里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SERCH的话 大小写 是不区分的 可是如果你用FINE函数的话 那它会区分 大小写 那其他有什么差别吗 其他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 它用的参数是基本上 都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在大小写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寻找 会有大小写的不同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用FINE还是用SERCH 但是如果刮胡 这个没有大小写的问题 你就能用FINE用SERCH 其实都可以 OK 这个第一 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如何利用制定函数 就是内建函数 怎么做出来的 OK 那刚刚还有第三个函数 就是在那个逻辑里面 有一个叫IFER这一个 因为可能会传出有错误 那你要把它过滤掉 这个你可以用IFER这个函数 所以有三个函数 那MINE的上远礼拜有用过 那这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用什么 自定函数 自己定义出一函数 因为这个其实 有没有什么方法 干脆你给它一个自传 它自动帮你把刮胡的内容 通通切出来 也许你可以自定函数 或者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那当然都最好 可以在这个部分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 翻例题里面的151 就是把它先开开开 看一下参考的答案 打开来 那里面 基本上 我们其实要做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 那个公式 你可以把它拆解 比如说像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拆成 总共会有那个 四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 就是先找到前刮胡的位置 再找后刮胡的位置 再把刮胡里面的自传切出来 那可能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里面刚好没有刮胡 所以会有value的错误 因为里面如果找不到 它会返还一个 就是仅value这个错误 讯息让你知道 但这个错误讯息 放在这边感觉怪怪 所以第四个阶段 再把value错误给去掉 用那个ifl的函数来做 所以我们分成四个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 D到G栏这个地方 增加我们给多四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就是 假如我要找什么 找前刮胡的位置 那我就用那个文字函数里面的find find这个函数 find什么呢 第一个我要找那个前刮胡 所以你就find test给一个是前刮胡 那v16的话 就是在哪一个字串里面 在这个字串里面 OK 然后呢 它会return给你一个结果 OK 那如果说呢 假如找不到的话 特别说 如果找不到 它会有value错误 但是找到的话呢 它会告诉你是在哪里 OK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呢 这几个value错误是 它没有找不到这个前刮胡 它会return一个 这个结果给你 那如果找到呢 就是第三个 假如第三个 那基本上呢 再来我们找到前刮胡之后 再找后刮胡 所以后刮胡的部分一样 用find函数 所以把这个find函数 直接在这边 只是把这个公式里面的前刮胡 改成后刮胡 OK 找到后刮胡 然后打勾 那一样 如果没有一样 会有value错误 如果找到的话呢 那就告诉我第几个 那当然我可以怎么样呢 利用这些相关讯息 去利用什么呢 再插入函数呢 利用那个文字里面呢 上个礼拜讲过这个mid 你labs跟rides都不行 一定要是mid 这个mid函数 那这个mid函数告诉他说 我要把这个test 这个文字里面呢 你请你帮我怎么样 切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star number 其实我们干脆从第二个 这个找会比较 从这个来做给各位看 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那我那个mid函数呢 第一个当然我要的字串 这一个 那我要的star number 基本上是从什么呢 从找到前刮胡 特别说我不是要 如果你从前刮胡开始的话 那会多一个前刮胡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再加1 就会跳过那个什么呢 前刮胡位置 也就是从这个流云挂 d开始有没有 d ok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加1 从d这个字开始抓 那要抓几个呢 特别注意 就是把这一个后刮胡的位置 再扣掉什么呢 扣掉那个 等于是在扣掉前刮胡的位置 ok 但是呢 最后会多一个位置 因为我从这个字算 那如果你算到这边的话呢 最后会多1 所以记得 最后再把这个长度再减掉 1 ok 五个字嘛 ok 所以基本上呢 从这个字开始 扣掉前面的位置 会多1 因为多1的话 是其实后刮胡这个位置 把它扣掉 ok 那最后的话 就五个字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切出我们要的 但是这个刮胡部分 它有 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 把公式复制往上的话 因为上面没有吧 一样会 全部都value错误 ok 那当然你往下的话呢 就自动帮你切出来 没有呢 当然它就会 就是有那个什么 value错误 所以如果你要把value错误过滤掉的话 可能需要第三个 就是把 怎么样把value错误过滤掉 基本上呢 value过滤的方法有好几种 你可以从那个什么呢 我让全部里面 因为有点 不快记得放哪一个 位置 其实你可以找 全部里面 打一个意思 意思里面 这边有几个 就是 这边有叫 is air 其实这一个 跟is air 有er or跟er 也就是说呢 这个is开头 通常是判断 是不是 is 是不是错误 那 有哪些可以过滤掉的错误呢 基本上 有value错误 有reference 就是参照 参照 位置错误 有那个div的错误 有那个lumber 有name 有nual的错误 等等的 那 其实这一个 跟这一个 其实基本上 大致上都差不多 好像除了那个什么 这个有个value错误 所以这两个 基本上呢 都可以过滤 那不过 早期 我会用 is air 去判断说 到底有没有错误 可是判断完之后 你还要再配个if 外面要再包一个if 所以 以前的话 如果说要做 当然通常会用 if air 外面再包个if 刮胡在外面 is air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丢到is air 里面去判断 可是这个地方 会变成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那我刚刚有 有特别跟各位讲 就是说 在逻辑函数里面 有一个函数 可以把 刚刚讲的那两个函数 二合一就对了 这个函数叫if air 这个函数更简单 OK 那我用这个好了 按确定之后 那我怎么知道说 有没有错误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value 直放进来 那如果 里面的话 假如 就是 没有 没有错误的话 它会帮你输出 可是如果说 有错误 表示里面呢 有这样value 错误的话 那你怎么办 怎么去处置 处置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 打两个双一号 表示说呢 如果有 发生错误的话 请你帮我把 这里面的错误 给过滤掉 OK 那我们可以用if air 把它过滤掉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有value部分 它就帮我改成什么 空的 没有东西 因为如果你没有过滤掉的话 好像放一个东西 一个value抽在这里 有点怪怪的 OK 那我们往下填满的话 那你会发现 最后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当然呢 我刚刚最前面呢 是一次性的全部做完 有没有 最好最最早前面那个 那 当然如果你要一次性做完 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的高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步骤来看 第一个前刮壶 找后刮壶 再去前刮壶后刮壶 中间的东西帮我切出来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再利用if air 帮我把它过滤掉 OK 那当然这里哦 你其实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四个 整个再做过一遍 放在这里 一次性的 那当然如果 你后面四个都做得出来的话 我想前面 你应该可以做出来 OK 但是如果你后面还没做完 你要直接把 这个前面一次全部做完 我看难度非常高 OK 好 那所以这里的话 那你也可以参考什么 这里面哦 那蛮多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一二三四 基本上四 最后完成的在这里 我想应该 前面如果你做得出来 后面都有了 那这边有完整的公式 在这里 OK 这一段 给各位参考 这第一个 就是利用内建函数 那里面我们用三个函数 把它完成 OK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BBA 在哪也是一样 上礼拜讲的 反正所有的东西 你当然都可以用 内建函数做一遍 做完一遍之后 可是效率值很低落 所以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完成 最好是有个BBA 那BBA可以怎么做 那建议是 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两个区隔开来 这边叫BBA 那BBA两种形式 跟上个礼拜一样 第一个按下按钮 全部做完 清除 OK 另外有个是 按按钮 不过这个按钮的结果里面 是第三切冠军 这个按钮输出的话呢 是什么 一个公式 两种都可以 OK 按钮输出 把结果输出 另外一种是 我不是输出里面的结果 而是 把公式丢过去 让它自动 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帮我执行 两种都可以 OK 那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还有个清除 清除我想 跟上礼拜一样 城市码 三行 一个FOR回圈 储存格里面 丢空置串 OK 如果我忘了 可能要多多练习 这很重要 因为像VBA 最重要还是要练习 OK 好 第一个 怎么做 其实跟上礼拜差 第二个的话呢 制定函数 大家还记得吧 使用者定义 在这边 最好是什么 增加一个叫 刮弧自刷函数好了 然后你把资料给它 按个确定 点两下 做完了 OK 这样也还蛮好的 OK 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需要 这相关的功能 而且已经有写好 制定函数 那就很简单了 但如果没有 那怎么办 最笨的就 土法练钢 慢慢来也可以 可是你效率 一定非常低落 再来呢 可能就是 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也许懂得利用函数 那我是觉得 一劳有益的方法 还是要VBA OK 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这个部分 先做完 制定 用那个内建函数的方法 把那个 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不过这个问题 基本上还算单纯 因为我们工作里面 常常遇到就是 可能不只是一个刮壶 刮壶里面还有刮壶 就是一个 初春歌里面 假如有 不止一个刮壶的话 那跟各位讲 这个函数 你就不能这样做了 这样做 就会有问题 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怎么 再Find Find第二个 再Find第三个 那这个 复杂度 其实会 非常的高 像另外还有个 还有个范例 其实在其他武装范 刚刚我同学 之前有个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也是类似这样子 他每天光处理这些问题 他一天的时间就不见了 但是后来他 按个按钮 他学会VBA 其实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给试试看 就知道能 谢谢观看